哈喽朋友们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家里好多珍贵的照片 结果一打开 有的都眼睛眯起来浮到看不到了 眼随是谁也分不出来了 甚至是早年的黑白照 模糊到只能靠脑补修复记忆 但是现在不用再求助修图大神 不用花大价钱送出去处理 甚至不用具备任何修图技巧 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让图片大变身 免费的AI工具帮你全部搞定 把被时间偷走的细节统统救回来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免费 免登入免安装的一款AI工具 这一款AI工具它叫做AI Enhancer 它是一款免费AI照片增强器 它里面可以图像增强 图像移除 图像滤镜 视频水印移除 老照片修复 这些它都有 操作的步骤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三步骤 上传AI自动修复下载完全零难度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点击描述栏的链接就能抵达官网 如果画面提示英文 我们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切换 这里有一个简体中文 操作非常的友好 平台的有两大功能分类 照片增强与修复 上传一张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片是不是看起来 真的非常的模糊 在修复之前 已经看不出来 这一个人脸了 已经非常的旧了 这一张图片 好我们看一下 它修复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成功 原本模糊又破损的脸 细节全都毁来了 从它的发丝眼神衣服的纹理 全部变高清了 这是增强之后 就是修复出来 真的非常的完美 好之前有一个朋友 在下面留言说 修复的照片没有修复成功 今天这一期视频 如果看到了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真的这一款工具 非常的实用 不管你是多旧的一个照片 它都能帮你修复出来 好如果你找修图师 可能它要好几天才能完成 但是我们这一款AI工具 真的非常的神奇 只需要几十秒 都能把它修复出来 好修复好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下载按钮 好修复好 我们就把它下载下来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张图片 是不是也非常的模糊 看不到人影呢 而且非常的旧 好我们也发送到这边 让它帮我们修复一下 一些老照片的话 它都是年代非常的久远 时间长了 它的照片 它就会变得模糊 分不清这个人脸 现在的AI工具 也非常的厉害 像我们的照片拍幅 脸部没有拍好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AI工具 去锐利它的一个五官 还会顺便补一点美颜 物品照片也能提升细节 好像我们比较模糊的照片的话 我们也可以上传到这边来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模糊一张图片 上传它修复之后 变得非常的清晰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次一张非常模糊的一张图片 一张照片 好经过修复之后 看一下 哇真的非常的清晰 而且它修复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自然 就好像开了美颜 像我们有时候拍出来的图片 它是不是有一点变形了 它就人物的脸部也看不清楚了 它也能帮我们恢复出来 好我们把这个图片发送给它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修复的效果 是不是变得非常的清晰 人物的脸部它也变得更清楚了 好像我们这一张图片 它也是出来的效果是非常的模糊 基本上人脸都看不大清楚 好我们看一下它修复之后 一秒都变得清晰了 如果大家有这个需要尝试一下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的赞了 好我们修复出来的图片 它不管放到多大是不是看起来都非常的清晰 好像我们的AI有时候绘图出来的效果 好不是很好模糊或者是变形 商品图解析度不够 好这个功能它可以直接升级成4K 放多大还是超清晰啊 好如果你在照片不想要背景啊 我们这个它也能去除背景 好丢给它一张有背景的一张图片 AI它就会把背景切得干干净净 好然后出来的图片它保持的非常的完整了 完全让你不用求别人 这个AI就能帮你做到 好有的时候我们升图片的时候 可能它会有水印啊 图片上面下它有一些水印 这个AI工具呢 它也能帮我们去除水印 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顶部它有一个一排水印啊 这是一个英文字母 我们看一下它去除水印之后 是不是显得清爽了很多 像有的时候我们出来的视频 肯定是满屏都是这一个水印效果 好这个AI工具呢 它也能帮我们把屏幕上面的一些水印 给它擦除的干干净净 完全不用再求别人哈 完全不用自己去慢慢擦模 AI自动帮你还原 把图片中的水印擦除的干干净净 好这边我们直接把视频发送给它 哈喽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我是小爱 哈喽朋友们欢迎 好视频发送给它之后 我们这里有一个水印 我们把这里有水印的地方 把它涂抹一下啊 好涂抹好之后点这里消除水印 哈喽朋友们欢迎 好不管它是视频去水印 或者是模糊变清晰图像移除 它都是一个免费的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把这个水印消除干净了 啊除了消除水印它还能把我们的背景中不需要的把它移除啊 比如说不想要中间这个是不是把它移除掉 好我们把我们把不需要的啊 我们把不需要的啊要移除的把它涂抹起来 点清理你的图片啊这个它是去除不需要的对象 水印或背景砸乱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把它清理掉哈 好如果我们想去模糊它的一个图像我们也可以上传一张图片 好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去模糊我们的这个图像 好如果我们的图片它有一点模糊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AI让它变得更清晰啊 只需要在几秒内就改善任何的一个图像啊 是不是经过它的处理之后它的图像变得更清晰了 好如果我们想移除不想要的这些好我们上传一张图片 我们把这个把它不想要的把它标出来点清理好 这里它就会把我们不需要的这一个图像给它消除掉了 好我们还可以把这一个照片转换为动漫或者是啊 这是一个动漫转换器哈 把我们的图片转成动漫的啊 这个有只需要我们上传一张照片 点击转换就可以将我们的图片变为一个动漫的一个效果哈 好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图片好 这是转换过来之后它转换出来的图片也是非常的漂亮好看哈 好让它变成一个漫画风格 出来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啊 好像我们出去旅游的话 你也可以在热门的景点拍照 但你的照片只想有你的话 好我们也可以把路人呢 其他的物品把它涂掉啊把它移除 AI也会直接帮你填满画面毫无违活感哈 好比如说我们不想要这一个人物出现在这一个照片当中 就是他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人物给他移除啊 好今天这一款工具真的非常的有用啊 而且完全免费不用注册 只要一键 只要一键就能让珍贵的回忆瞬间复活 好快去把家里的那些魔夫老照片全部救回来吧 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 你可以自己去亲自体验一次 AI修图的魔法 如果觉得今天这一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我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开启小铃铛 下期我会分享更多的AI内容 好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